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我们的DIY创业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我们的额式 然后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的话呢 喜欢我们在冬天去给他进行跑步啊 或者是晚上健身啊这种的户外活动 那冬天的时候再跑出去的话呢 他脑袋上的话会非常的凉 然后跑起步来的话速度也非常的快 吹到我们的额头上和耳朵上有的时候会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非常推荐给大家去带我们这个额式 然后他这个额带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自己的进行勾织 然后的话呢就需要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你喜欢的一个毛线 然后勾织出你喜欢的形状就可以了 我们是先要支持三个平针 然后我们这里选用的勾针的话是我们的六号勾针 直径是他的一个大概是六毫米的直径的一个勾针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号码的勾针 你大概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大的就可以了 我们是在这里呢是接下来的一个 这个穿针的地方呢是给他穿进去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呢是有三个 我们可以这样给他拉过来 再给他全部的拉一下 然后这边呢是也是要给他拉过来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继续的去把它织我们的一个半针 所有的我们都是全部的都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我们的五排呢都已经是织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起来就是这个毛线呢 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是要再继续织我们的一个平针 然后再把我们的线呢是给他拉过去 然后再把我们的线呢是给他拉过去 鸡排都给他加过来 我们现在呢这里是再给他换一下 再把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再给他穿回去 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勾置平针 再给他重新的加回去 在这边呢是再给他加回来 在这边呢是再给他加回来 所有的再继续的在这上面进行勾织 然后在这里面呢 大概是在总共是织的是你这个额带的这么长 大概我这里是织了45到48针 颜色的话呢也是非常漂亮 这边有我们的黑色深色蓝色和黄色 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到了最后了 是需要整个的这个排全部的都给他拿出来 然后和其他的部分相连 把它从这边相迁剪掉 把我们的线呢拉过来 用到我们的毛线针去把它穿过来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它继续的去把它折过来 那我们这边已经是全部的都已经给他直好了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及时的收换到我们每天每周最新最出来的视频 如果是想要看到更多更好玩的话 傻眼 是